安全已經越來越不可或缺 若攻擊者可以跳脫虛擬換環境在HOST的執行任意程式碼 一定會造成不少的影響 這場議程將由StarLabor的Billy和Random 為各位帶來VM Escape以及Ninus Kernel EOP相關的議題 並會分析他們的攻擊面以及今年在PoneTone上所揭露的漏洞 好,讓我們來歡迎Billy以及Random帶來的演講 大家好,我們是StarLab 我Billy和同為StarLab的研究員Rondan 要來在HICAN會議上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今年4月時參加趨勢舉辦的知名競賽 PoneTone 嘗試在VirtualBox以及U-BoneTone攻擊項目上面 分享我們發現漏洞 以及利用的技術 StarLab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公司 我們提供網路安全服務 目標是使 組織能夠更好的準備 和保護自己 免於受到不斷變化的 網路攻擊威脅 我、Billy和Rondan 都是StarLab的Volumbidian Researcher 同樣都對Linus Kernel 和Hypervisor的安全問題感興趣 也經常參與CTF的比賽 我是Billson CTF 戰隊的成員 Rondan是SuperGather CTF戰隊的成員 我先來跟大家大略說一下 這次分享的主題 有哪些 一開始 會先大概的介紹一下 VirtualBox 是怎樣的一個應用程式 這樣的應用程式 會有哪些的安全問題 會有怎樣的攻擊面 而攻擊面是指軟體環境中 可以讓攻擊者輸入或提取資料 而收到攻擊的面向 然後我們在這些攻擊面上 發現兩個VirtualBox的漏洞 一個是記憶體位置的洩漏 以及Heap Overflow 利用這兩個漏洞提供的能力 讓我們可以在虛擬機 取得主機的控制權 獲得主機的控制權 最後再來分享 我在Linux kernel上 發現的漏洞 以及利用這個漏洞 提供的能力 從一個低權限的使用者 提權到系統的最高權限 MurtureBox 是一套虛擬化軟體 虛擬化軟體 可以讓一部主機電腦 建立 與執行 一個至多個虛擬化環境 進而模擬出一部 完整的電腦系統 而MurtureBox 在當中佔有一席之地 它是一套用C和C++撰寫的 免費開源軟體 有開放原始碼 讓我們做技術研究 閱讀程式碼 去尋找潛在的安全問題 MurtureBox 支援多樣的設備 像是USB 2.0 USB3.0 RDP 等等 MurtureBox使用 硬體支援的像是Intel的 VTX 或者是AMD的AMDB 作為其虛擬化的基礎 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虛擬機 對主機有請求時的架構圖 上面就是虛擬機的作業系統 而下面藍色的部分 就是主機端的 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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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虛擬機發出請求時 可以看到是先由主機的Kernel 做接收 並 先做部分的處理 先做部分的處理 如果這個請求不大時 就會在主機的Rin0完成後 直接返回給虛擬機 如果這個請求無法再Rin0完成 就會再回傳到主機的Rin3 再做後續的處理 MurtureBox會這樣 處理虛擬機的請求 是一位效能上的考量 是用來避免主機平凡的在Rin0跟Rin3之間做切換 而我們了解其 運作原理有助於我們在當中 尋找可能的安全問題 MurtureBox的供給面大部分都在Immulated Device上 Immulated Device是利用軟體 讓電腦去模擬真實的設備 而因為這些 Immulated Device是最直接處理虛擬機請求的Device 根據過往公開的資訊中 MurtureBox的Immulated Device 出現很多安全問題 而在上面列舉了許多的Immulated Device 有些是MurtureBox在建立虛擬機的時候 預測就會啟動的 而有些是需要使用者 自己去額外設定 MurtureBox在網路設備部分有提供 EE間的Device的模擬 在音樂的方面 有提供Intel的HDA 另外 MurtureBox有一個特殊的設備 叫做HOST GAS Communification Manager 叫做 HGCM 這個設備是VirtureBox用來使作 分享 資料夾 或者是分享剪接鋪 之類的功能 NateWorkImmulatedDevice曾經在2019以及2020年度的Tontoong競賽 VirtureBox的項目中 被參賽者找到安全問題 成功的從虛擬機 逃逸 而獲得土機的控制權 我們覺得這個Device 或許還有潛在的安全問題 所以就成為我們 首要尋找 安全問題的目標 結果我們透過閱讀NateWorkImmulatedDevice的相關程式碼 進行的漏洞挖掘 發現了兩個漏洞 分別是CBE2021-2321 11000的Out of Bound Read CBE2021-2250 一個Sleep的HIP Overflow 第一個我們在VirtureBox上發現的CBE CBE2021-2321 Out of Bound Read 這個漏洞位置在 NateWorkImmulatedDevice的程式碼當中 當這個Device 處理從虛擬機送出的 ImmulatedDevice 程式碼的邏輯錯誤 造成的安全問題 我們從過往 研究的CBE2020-2894-1000 Out of Bound Read當中 得到了許多技術知識 把我們發現了這一個有點複雜的邏輯作動 最終形成成 Out of Bound Read 要了解這個Buck之前 我們需要先知道 11000的一些基礎知識 11000Device中有5個重要的Register TT-RAM 用來存放11000的RAM Buffer長度 TT-HAND 是下一輪要從RAM Buffer那個位置 去開始處理 11000的RAM TTT-TEL 呼叫11000Device 去開始處理虛擬機送出的11000Frame 並告知最後一個Frame的位置 TTBL TDBH 是虛擬機用來告知Device RAM Buffer所在的位置 11000 Paget 是由一個ContentFrame 加上數個DataFrame 所組成的 並且 最後一個DataFrame 要有 End of Paget Flag 左邊的程式碼 左邊的程式碼 是在虛擬機網TTT-TEL 寫入時 主機會執行的程式 主要的行為就是 一個接著一個 去處理虛擬機 送出的 11000Frame 一開始 就先進到11000 EK Locate TSPag 檢查虛擬機送的 Pag 是否合乎11000的規則 是一個 由ContentFrame 加上數個DataFrame 所組成 并且 在最後一個DataFrame 要有 End of Paget 的Flag 檢查完 並確認是一個合乎11000規則的Paget 后 程式就會進到右邊的 11k Exmin Paget Function 開始解析 Paget的每一個由 虛擬機送出的11000Frame 根據Frame的內容 做出相對應的處理 通過Function的呼叫 從EEK Smin Paget 最後呼叫到 EEK Folbet Segman 然後仔細看 EEK Folbet Segman EEK Folbet EEK Folbet EEK Folbet 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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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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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EEK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要如何送出一个很大的U16RAM的值 在标记的函数1跟函数2中 可以看到CB是EEK Foreback and Segment第四个参数 而它这个第四个参数就是在EEK Foreback Admin Segment中的U16RAM 在理想的状态下 我们想让CB的值大于0x3FA0 之后传递到EEK Foreback and Segment以后 在圈上的时候造成Out of Bound Read CB的计算是从U16MaxPKT RAM来的 而U16MaxPKT RAM的值是从U16MSS来的 然而U16MSS的值是从虚拟机送出的1000Content Frame中计算出来的 我们可以控制U16MSS但是却无法让它的值大于0x3FA0 所以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在程式做计算CB的时候 让U16MaxPKT RAM 在程式做减法运算的时候造成Integer Overflow 就由这样的一个Integer Overflow 创造出一个值大于0x3FA0的CB 现在的问题就会是如何浪 U16PKT RAM大于U16MaxPKT RAM 我们知道U16MaxPKT RAM是从U16MSS计算出来的 但因为一个Pack只会有一个Content Frame 所以我们无法随着更动U16MaxPKT RAM的值 程式在只有处理一个Packet内的时候 U16PKT RAM永远无法大于U16MaxPKT RAM 但假使我们使U16PKRAM的值控制在一个范围内 然后在处理下一个Packet的时候 使得U16PKT RAM不被清空 然后再设定新的U16MaxPKRAM 让它的值小于U16PKRAM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得U16PKRAM大于U16MaxPKRAM 那现在的问题范围就缩小成 要怎样让U16PKT RAM在处理下一个Packet的时候 不会被清成0 Packet的最后一个DataFrame F1EOP一定都会是Enabled 从我们上面展示的每一段程式码中 当它在处理最后一个DataFrame的时候 都会使得U16PKT RAM被重新设定成0 在我们搜寻所有可能的路径后 我们发现FDD这个Flag Enabled的时候 在处理下一个Packet前U16PKT RAM 并不会重新设定为0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漏洞产生的过程 因为在处理FDDFLAG的时候 没有把U16PKT RAM重新设定成0 导致在处理下一个Packet的时候 U16PKRAM的值可能会大于U16MaxPKRAM 在计算CB的时候造成Integer Overflow 以至于在EEKFB F segment当中的U16的值 会大于0x3F80 在把U16RAM加到U16PKRAM的时候 没有检查大小是否大于Buffer Size 以至于在EEKInsertTradeSung值参考到错误的值 在计算TradeSung的时候造成OutOfBoundRead 所以我们可以从图中的标记 函数1跟函数2中 传递很大的U16RAM到EEKInsertTradeSung后造成OutOfBoundRead 因为EEKInsertTradeSung参考到错误的U16PKRAM 在计算TradeSung的时候 读取到Buffer以外的内容 我们可以根据获得的TradeSung内容 已是知道Buffer外两个Byte的内容 根据我们立刻到的内容 我们可以计算出VBusDD 这个DLLibrary占主机的Address 绕过ASLR以及利用VBusDD的程式码中 寻找有用的ROBGadget 为之后的供给做准备 现在我们有了Address的资讯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 透过其他的漏洞来控制程式流程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我们在VBusDD找到的另一个漏洞 CPE2021-2250 SLEEP HEATBASS OVERBRO SLEEP是利用软体模拟TGP IP 借此让主机Hypervisor 向虚拟机提供虚拟的网络服务 这个VBusDD是预设就会提供服务 也是一个很好的供给面 我们发现的漏洞在SLEEP 处理虚拟机送出的ICMP request中 一个恶意包装的ICMP Paget 造成主机的Clip Omofl 而这个漏洞只会存在Windows版本的VBus 当虚拟机发送ICMP request SLEEP会allocate一个Structure叫Pom 在右边的程式码标注的航数1中 会把虚拟机送出的IPPaget header 复制到Pom的IQIPA去 问题处在VBus的Structure IP的长度只有20个Byte 但根据IPv4的Portical IP header的长度 适合也到60个Byte 所以在mCopyData的时候 Pom的Bufflesize会被IP header 复写到其他的值 在标注的航数2中呼叫到Windows的Function ICMP Send Equal To的时候 参考到的是Bufflesize作为ICMP REPLACE的 Replay buffer的Size 当收到的ICMP REPLACE过大的时候 就会造成Heave Overflow 这个漏洞让我们可以藉由控制Bufflesize去控制Buffer Overflow的长度 从虚拟机送ICMP Request到指定的远端Server 在远端Server上发送的ICMP REPLACE上放上我们的内容 GX控制Heave Overflow的内容 我们发现可以藉由控制StructuralPom的Size 然后跟另外一个StructuralSocket的Size一样 使得这两个物件可能会在相近的位置 而且只要在虚拟机建立一个新的TCP连线 Sleep就会LK一个新的StructuralSocket物件 藉由建立很多连线 让Heave上充满一堆StructuralSocket物件 之后藉由Heave Overflow来复写StructuralSocket物件做后续的利用 当收到ICMP REPLACE的时候 程式就会进到标注的行数一中 去接收 REPLACE的内容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发生Heave Overflow 然后并期望复写到一个StructuralSocket 之后在标注的行数二中去片力每个 由TCP建立的StructuralSocket物件 当它片力到被我们复写的物件时 进到标注的行数三中 Sleep Verify and FreeSocket 让我们做后续的利用 在Sleep Verify and FreeSocket里的P-Socket中 它的内容已经被我们透过Heave Overflow 复写了 我们让F should be remove 唯一是为了要进到Sleep Function 后做后续的利用 而在Sleep Function标注的行数五中 会接着去处理Sore的SoreM 而VNware的内容 会映射在Windows主机的Address 0xCB1000跟0x1322000之间 我们借由往VRAM 写入大量未造的Mbuffer物件 让主机在0x1000的Edges 由我们未造的Mbuffer物件 让Sore的SoreM指向1000 0x100后会进到M3 而M3借由程式流程 最后会进到Sleep U-M3 在Sleep U-M3 Function中 我们已经可以控制Item的内容 ID是从Item计算出来的 也就可以被我们控制 而Long是从IT来的 也一样可以被我们控制 Long里面有个Function Pointer 在标注的航数中6会被呼叫 让我们可以劫持主机的程式流程 而利用先前提到的CVE-2021-2321的 Lik道的Address 照ROP Payload 然后最后弹出一个计算机 代表我们成功从虚拟机逃逸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Demo 我们在Virtubus 启动一个Windows的虚拟机 然后在虚拟机执行我们的攻击程式 一开始会先去 立刻到主机上的Address 之后会建立很多TCP连线 去Spring很多的StructuralSocket 这个需要一点的时间 之后往VRAM上写上我们的Payload 接收至封面 接持组机的 nucle尼 就是流程 最后弹出计算机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团队 在Virtual Bus上漏洞的分享 基本上就是透过两个 不同漏洞的结合 来实现Windows系统上虚拟机的逃逸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 另一个我们发现的Linux Kernel漏洞 并且利用这个漏洞 在Ubuntu Linux上 实现本地提权的过程 漏洞的位置在Linux Kernel的IOU-LIN IOU-LIN是Ninux Kernel 在5-1版本后 引入的一个新的非同步Io API 主要是用来替代旧有的 非同步 Io API AIO IOU-LIN主要是在UserSpy的APP 跟Kernel之间设立两个LinBuffer Queue 分别称作Submission Queue跟Completion Queue App有Io需求时会往Submission Queue Inqueue一个IoTask Kernel会从Submission Queue 接到IoTask去执行App的需求 处理完的IoTask Kernel会Inqueue到Completion Queue App会从Completion Queue得知结果 Linux IOU-LIN提供三个System Code 让UserSpy的App去使用它的非同步Io API 分别是IoU-LIN Setup IoU-LIN Enter IoU-LIN Legit Setup是用来让App对Linux IOU-LIN做设定 像是决定LinBuffer Queue的大小 以及建立一个界面 让App去做后续的处理 Enter是用来让App告知Kernel IoTask 以及Inqueue到Submission Queue了 可以请Kernel开始处理 Logit是用来让App去注册档案 以及Buffer让Kernel去处理Io的时候 可以使用 IOU-LIN支援很多不同的IoTask的操作 NOP LINV Li-Li-Li-V 主要是让 APP 提供一块 BUFF 让 Kernel 去处理 读写 IO 的时候可以使用 当我们在做 PROVIDE BUFF 的操作时 IO PROVIDE BUFF PREPARE 这个 Kernel Function 就会被呼叫 而这个 Function 里面的 SQE 的内容 是由 APP 所提供的 所以 SQE 的 FD ADDR RAN 都是由 APP 控制的内容 然后一并的在这个 Function 做检查 但是在对 SQE ADDR 的位置做检查的时候 因为 PRAN 是一个 32bit sine integer 当它乘上 PN BUFF 的时候 可能会有产生乘法上的 OVERFLOW 这样的结果导致 APP 可以成功注册一个 BUFF 它的长度大于 0x 80 00 00 00 然后在后续的读写上做利用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样的一个大小 在 32bit sine integer 表示下 是复数 当之后我们利用刚刚注册的 BUFF 做 RIN B IOTASC 的时候 IO BUFFER SELECT 这个 Kernel Function 就会被呼叫 并且在这里决定 这是 RIN IOTASC 要做长度为多少 KBUFFER LAND 就是之前我们注册的 BUFFER SIZE 当 LAND 比 BUFFER SIZE 大 就会使用 KBUFFER LAND 当作这次要 做 RIN V TASC 的要读的长度 但是不管怎样 最终要读的长度一定会大于 MAX RW COUNT 当我们用 RIN V 去读 POP CELL MEMORY 的时候 MEN W RW 这个 Kernel Function 就会被呼叫到 这个 Function 的第三个参数 COUNT 就是这次要读取的长度 而这个长度一定会大于 MAX RW COUNT 因为我们知道它在3 integer 的表示价是负数 所以的 LAND 最后的值 在经过 MINI T 的时候 会被赋予的是 COUNT值 而之后进到 SX REMO MEAN 去 COPY VIRTUAL MEMORY 的时候 会造成 PATCH 这个 BUFFER 的 HIP OVERFLOW 整个漏洞的触发过程 一开始透过 PROVIDE BUFFER 向 IOU RIN 提供一个 SIZE 超过 8000000的 BUFFER 再来开启 PROC SELF MEN 后 透过 SYSTEM CALL LSEQ 把要读的指针直到一个可以读取的位置 之后利用 IOU RIN 的 REVIEW 去读取 或造成 PATCH 的 HIP OVERFLOW 因为整个 VIRTUAL MEMORY 的内容 是可以由 USERSPEG 的 APP 控制 所以产生 HIP OVERFLOW 时 附写的内容可以控制 因为 SX MEMORY VN 在读到 INMARY 的 EDGE 的时候 就会 LITERN 所以安排适当的位置 开始读 就可以控制 OVERFLOW 的长度 最终 这个漏洞可以让我们控制 OVERFLOW 长度 以及附写的内容 我们不知道 我们 BUFFER 后面的物件是什么 所以的覆盖 只会造成 Kernel Panic 我们也没有办法 得知 Kernel Address 用来绕过 KASLR 的保护 但是我们发现 如果下一个物件是 Page Table 我们可以透过 附写一个 Page Table Entry Re-only Page 的 Right Bit 造成那个 Re-only Page 可以被写入 我们可以透过 Season Code 的 M-map 印射一堆我们只有 读取全线的档案 当我们透过这个漏洞 去 Enable Right Bit 后 正常的对 Page 做写入 也就是对那个档案做畅改 如何让 Kernel Heap 有效的 塞满一堆 Page Table 根据上面这张 Virtual Address 到 Physical Address 的转换图表 发现我们只需要透过 Season Code And M-map 一堆 Page Table of Offset 为0的 Address 这样就可以让 Linus Kernel 产生一堆只有一个 Entry 的 Page Table 并且是在这张 Page Table 的最上面 而这样我们就只要 Oberflor 一个 Byte 就好 当 Oberflor 到其他的 不相干的物件的时候 减少 Kernel 直接 Panic 的可能性 上面范例的程式码 示范了如何有效率的 Spring 我们想要的 Page Table Bin Password 就是我们想要 创改档案内容的执行档 透过 Season Code & Map 一堆 Page Table Offset 为0的 Address 再一次 Access 所有的 Address 让 News Kernel 产生一堆我们想要的 Page Table 当我们利用漏洞 成功 Enable 一个 Page Table 的 Right Bit 后 Bin Password 就可以让我们进行任意的篡改 总结一下我们要如何提权 一开始我们先透过 Season Code MM 的一堆 Bin Password 的 Reowning Page 用 IORI 的 Help Overflow 去 Enable 其中一个 Page 的 Right Bit 利用 Season Code 去测试 是哪一个 Reowning Page 被我们 Enable Right Bit 找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 Bin Password 塞入我们的 Sure Code 最后我们就会透过执行 Bin Password 来用 Root 权限执行我们的 Sure Code 达到本地侵权的目的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在 Punt to On Mutual Bus 以及 Ubuntu 项目上 所有利用到的漏洞 以及利用这些漏洞 达成的目的 好 那我们谢谢 Billy 及 Randon 带来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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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